蘇立倫還在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請假去選總統 韓國瑜在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也是請假去選總統 請假我個人支持早點請 他不管早請晚請都被罵 不是說國民黨很喜歡 讓那個市長去選總統 每一年有每一年不同的狀況 你們第三次了 就是都一直拍 下一次就不會了嘛 你怎麼知道下一次不會了嘛 順便講話安 對 你還要領第六點 我們最強的就是直轄市長 我們最強的是直轄市長選總統 對啦 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賴清德用語 名稱就叫中華民國 不會修改國號 也不會建立台灣共和國 我覺得有風險啦 因為你不知道哪個是真實的賴清德 他原來年輕的時候 舉了台灣獨立萬歲 然後長大的時候 他為了選舉 他可以說台灣已經獨立 你怎麼知道那個 在小賴清德心中 種下那個小小的種子 在他取得權力之後 突然發芽了 是不是台灣獨立 兩岸就開戰 是不是